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好 我还想跟你说说话吗 说话 哥 你开这公司吧 我知道啊 你这想证明能力比包家文强 给咱老红家争脸 但是呢 更重要的是因为春丽考上研究生了 对吧 但是 开公司不那么简单 你这珍珠熊 你做过市场调研吗 你知不知道这小老鼠能有多少价值 你知道吗 两点啊 第一 珍珠熊是熊不是老鼠 这点我坚信不疑 并且养大了就能赚钱 这么好的事上哪儿找去 我开公司肯定是由于包家文 一较高低的打算 但是跟包春丽没关系 我这么跟你说啊 如果非要找一个我开公司的理由 其实也很简单 想要证明自己有能力 就是我想做一个被人认可的好人 你 太正经了 我跟你说正经的 那笑什么呀 我说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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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来的灰灰端了好几回来 家伍呢 他今天太累了 我给他烫烫酒 泡酒 这么多的水 够泡两头猪的了 来一下 喝点热水 少点点 一会一会 怎么样 行了 行了 对了 对了 小雅 来点 行 好 好好好 可以了 这泡泡咋是这水 是吧 爸 你爸刚才在外头问我 倒这么多热水干吗呀 你怎么吃呢 我说我给你泡脚了 这些水 你给我泡两个嘟嘟嘟嘞的 要不说你们是爷儿俩呢 距离别泡沫 你这伤疼不疼啊 没事 好多了 咱爸也真是的 是不是亲儿子呀 是啊 这个宝老大 下手太狠了 还是我对你好吧 你还说啥了 其实你这个人嘛 哪都挺好啊 就是 就是这脾气下来太理 我说你 你看人沉沉沉淘嘛 说爸爸 心生喜气的 特别文雅 他那叫文雅 他那叫骚 你看你说话就难听 什么叫骚呢 不是 咱们 臭话说浅头啊 我告诉你报价我 哪天你那破公司 要是关门倒闭 破产啥的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倒是真应了那句话 哄一眼火水 不是 公司刚开业 你怎么说点吉利话呀 能吉利吗 咱龙山一直在跟这个 福田村打队谈 你不知道啊 冯娟娟哪个村的 福田村的 对啊 你吵了个外村的人 来管财物 这钱是不是得越管越少 还不如当初让我那 行了嘛 你就别瞧着这儿嫌隙了 人家 人家家闻把他钱盯得好好的 就是一股 家闻 家闻 家闻更是 自打在这个城里 跟他这个 什么大款女朋友分手了 我还替他张罗 到处给他看 我当时还觉得这个 陈娟娟吧 年轻 没男朋友 还挺合适 可惜他那狐狸尾巴 没藏好 让我发现了 发现啥了 我告诉你 包家五 你给我离那个 陈娟娟远点 也是让我发现 你们俩有什么事 别怪我不给你留脸 不是 你说几就几 我告诉你 那天我看见 陈娟娟跟风筝华 没来也去的 说不准这陈娟娟 就凤这话派来的奸细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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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公司真保不住了 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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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啊 别磨叨了 你再 再啰嗦我 我公司住去 你怎么这么美过树呢你 真的 我怀孕的事全村都知道了 我到现在一点东西都没有 你能不能干点这事 我干什么这事 你 这 这肚子 这不是我赢人的事 这 那我这不伺候你 好了 该怎么办 那我都没有想 我以为背景 你把你怀着 我不可以 我愿意 那你不真的是 我愿意 好 嘛 我愿意 我愿意 你什么都会 我愿意 我愿意 好 好了 都早了 你先回去吧 你先進去 我要看著你燈亮了 我再走 好 那我先進去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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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该忘了你了吧 香港之旅 旅游 这是道书今天早上给我送过来的 他的一个计划书 凡事跟安市签约的村民 每家每户出一个代表 下周末出发 去香港旅游七天 享受安市的福利 安总 董事长知道这回事吗 我觉得董事长 有点过于相信道书了 那您是担心 道书从中间抽取利润 杨阪 凭你对你们村民的了解啊 如果一家有五口人的话 派一个代表去香港旅游 会派谁去啊 根据村里的规矩 土地已经租出去了 那么就没有人干活了 女人在家里看家 男人出去打工 安市的种植基地 从破土那天开始 一直就是封闭种植 只见那车 一车一车地往里进 却没见往外出过 对吧 而我们跟麦香的合作 也只是借用他们的 商标和品牌 却连压榨的环节 都是我们独立完成的 绝对保密 我就在想啊 偏偏在这个 即将出游的时候 到处安排村民去旅游 我 我不担心它从中抽检 我担心的是这个 最后一道工序 您担心最后一道工序 这个的安全性 我担心的是 这油的品质和质量 如果在质量上 出来问题 将会毁了我们安市 毁了我们安市的名誉 毕竟到处 不是我们安家的人 安总 我需要怎么做 才能帮上您呢 我说你吃饱撑了还是吃撑了爷的 冯振华 冯宝葵的狗腿子 他公司开业你去干吗 入股啊 我入什么股 我自己没股明白呢 你这想法太奇妙了 那 那你去捧场啊 不捧场就不能去了吗 你怎么气是这样的你 不是 那 那你要去咋场啊 你这想法还真得好 那咱俩得抓紧时间呢 一会儿人散了咱砸谁去 走走走走 不不不 教员 你现在可不能去砸 不然大家就说 你看不得别人好了 你听我的 等到天黑了我们再砸 来 瞧一瞧 看一看 大叔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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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珍珠熊 股份有限公司就成立了 这个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 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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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珍珠熊啊 你现在别看着行 好 等到养三年以后啊 它就能找到现在的五杯的大小 哎 我们这个珍珠熊呢 属于小投资 几乎于零成本投资 但是是丰厚的回报 它只需要两百块钱人民币 两百块钱人民币 三年以后 它就能卖出去 卖成五百块钱 几乎于零成本 但是是大回报 欢迎小姐们都来投资 都来购买我们的珍珠熊 啊 这边呢也都过来 你说就他们 弄那么多耗子 还能弄来那么多人啊 对 这成功咱们成功了 什么意思啊 咱们正当农业成功了 很多人一听股份公司 都以为都能赚钱呢 一会儿说明都上来了 走 别站着了 等着钱财合影啊 那你这白宝一套有什么意义啊 那 你现在上现场看你 这就是学习呀 你看看人家公司怎么开的 为咱们未来得做规划呀 什么意思啊 我在想咱们正当公司 也得养点老鼠 我喝了 真的啊 看一看 这个给你喝看看 都看一看 你们手里的团蛋啊 拿车呢 回去给媳妇好好严谨 乡亲们 乡亲们 注意了啊 下面有请我们珍珠熊股份公司 董事长冯振华先生 给大家讲两句 大家欢迎 欢迎 欢迎 来 董事长 谢谢姜姐们啊 谢谢姜姐们 谢谢姜姐们 今天在百忙之中 能来参加我冯振华的 荣山珍珠熊股份有限公司的 开业典礼 我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来 谢谢大家 来 谢谢大家 这个 两个珍珠熊啊 真的是我 洪振华是欧信律系 研究了多年的 发财致富之道 这是真正可以带荣山人民 脱贫的方法 大家买入珍珠熊之后 在家一行 养大之后在 我们公司呢 再回收 这里面也可都是存利润 非常省事 非常 非常容易的一条致富之道 请大家相信你 给我一个机会 我给你们一片光明 详细情况 请我们公司的 两位总经理 冯二虎和冯新总 为大家讲解 谢谢大家 谢谢董事长的鼓励 来 大家 大家继续啊 看看 现在就可以买 现在 现在拿现金带人 就可以买啊 姜姐们 姜姐们 你们都仔细研究研究啊 几乎零成本 但是有非常丰富的回报啊 现在大家兜里揣钱呢 就可以直接付款了 今天开业第一天 原价两百元一只的珍珠熊 今天只需要一百五十块钱 就可以带回家了 来 听好了 现在就可以付钱 可以付给二虎 对 付钱就来我这儿 付钱就来我这儿 来 但就可以付钱了 交钱啊 一百五十块钱 那里也行 错过今天就没有了 大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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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大爷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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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前 今天 今天大头鞭 不是 大娘 一百二也行 一百二 一百二十块钱 你们现在先看着手里 这个计划表啊 我跟你说着 现在城市里头呢 这个电商是特别地流行的 在以后啊 一定是趋势 行行 行了 你别说什么趋势了 你就说你这个电商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这样呢 这个电商呢 它其实就是 以信息网络为基础 然后进行这个商品的交换 这样 你就 咱也先别管什么商 你就告诉我们 我们下一步 该怎么种就行 告诉你啊 下一步呢 咱们叫销定产 种什么呢 销肉是吧 怎么种呢 那咱得天生科学专家的 那咱们大家伙手里 拿着这份东西啊 这是我们未来一年的 种植计划 这个计划的形成呢 是张强跟高老他俩 经过调研得来的结果 所以说呢 只要按照我们预计的 规范化中心 就一定能得到更大的利润 好 高老 家伙儿怎么还没来呀 去防征华那儿 行了 你别再闹了啊 这刚购完信息出来 我们家进行跟他出来的人 就全息了 你还真拉我们家大海主座啊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你看 这一个月吧 就大 大白菜啊 那个马蹄啊 莴笋啊 然后油菜 你看看这个是吧 行了行了你 咱简单地说啊 就说咱就光一月份 就要种十五种菜 那这么一大批的种子 是不是对公司免费提供呀 放心吧 公司承诺了 种子全部免费 不光是种子 化肥 还有生产技术 全免费 太好了 那太好了 真是真好的 来哥 别走 回家好好看看啊 别走啊你 您别走啊 你可可可可 好好看看真的行 不是 姑娘 这这这这真特别好 那那那回家好好看 不是 那这这这这这% 一直都没卖出去啊 哥没事 至少承担都发出去了 那钱也没看见 话说得太早啦 安总 您怎么来了 我早都来了 现在乡亲们 对公司有意见 我怕我过来早了 搅了你们的厂子 不能 不能 怎么样 不是 安总 你 这 支持你这个珍珠熊 拿着 那好了 谢谢安总 谢谢安总 同时 我也有一件要紧的事情 那 那咱们边走边聊 收拾一下 我收拾 我收拾 你收拾 我收拾 好 你那边的第一批油茶股 要下来吧 对 扣天进入量上环境 我现在就想 咱们这个运输 我觉得咱们就灰龙吧 灰龙啊 他们跟安市合作 肯定不行 咱们跟他们合作 靠不靠谱啊 哎呀 这安市人家也要挣钱 咱又不给钱 没必要因为安市耽误咱们呀 他是 他是这样 你先 先得好好跟他们谈谈 就留点心眼 哥 你那边怎么样 我那边没问题啊 你别查点油力 让你回来 这一月份的话 十五种菜 就能买种下肚子 这问题是我担心 咱那友谈能不能卖出去 现在以我在城里打拳的经验啊 现在这商品 都特别重视宣承 不是 我们现在就把宣承搞起来了 毕竟咱们明年下肌的种子 都得指望 对对对 是这样吧 我明天再去各大超市再去看看去 你别去了 爷爷那边不生病的吗 对啊 这两天我找时间去了 你好好留着照顾他吧 好 好好孝敬孝敬那个 你就这两天电商那是 抓你时间上线就行了 大叔哥 大叔哥 诶 诶 诶 大叔哥 那个 诶 剧团我联系好了 他们下个队 太好了 这么顺利啊 好好好 好好好 对啊 什么情况 我邀请那个贺川剧团 到咱们这儿来演出 就是娟娟联系剧团都答应了 哥在这儿需要你 找几个人 然后把他们村那个戏台好好收拾 收拾 弄得行分的 你们唱得哪出这是 找花车呀 你跳什么花车 辛苦了啊 走 那个剧团的台场是女的 女的 一个姐姐 我同学的阿姨 这 这 您放心 我一定很好地 绝对不 绝对不辜负你 别说那么多 有事啊 给我打电话 我能帮呢 肯定能帮 好嘞 好嘞 就是我刚才交代你的事 您放心 今晚就去查 加油 知道 我走了 来 那 安总 那个 您 您慢点开啊 这 上路把我走 晚上见 不见 晚上见 拜拜 准备准备 就晚上干 今天晚上干 是不是太仓促了 只有安总给咱们的机子 是咱们唯一能报答的女的 必须准备 容量 你好 唉 大哥 我李灰龙真是多谢了 镇上已经通知我了 那个项目 正是由灰龙跟苏负责 真是太谢谢了 要是没有您的帮助 我们肯定是拿不下来的 是吧 那恭喜啊 你记住了 你可欠我一个大人情 那是一定的 今后只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 单凭大哥吩咐 好 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那行 我在开车我不跟你多说了啊 好好好 你说这安氏集团够厉害的啊 每家出一个人带去香港玩 你说得多少钱啊 你替别人瞎操什么心呢 所以说 人家不让咱们去看地也对 这不带咱去玩了吗 要我说呀 咱们当时和安氏集团签合同 就是对的 真是 就包家文那小公司 都什么年代了 还看大戏 谁看这玩意儿呢 你看人家歌舞啥子是不是 就是 看着像什么样子啊 快快快 是 这玩意儿 哪儿 你 猪八戒吃人生果 平生投一遭 是吧 吃啊 你怎么说话呢 我人不会说话啊 来 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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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啊 我这个 沈子还挺幽默的 我这次我是 应该来看看救赎 本来镇里面 也应该出面 来关心关怀一下 可是你们知道 抱抱两家这个关系 我们镇长也必须得 避讳避讳 明白 明白 那个 崔助理啊 我梁大仙是明白人 按理说 您是镇长助理 您这身份 应该是避讳的 可今天 您能来这儿 我觉得 您是这个 那你老沈子 你可别这么说 我啊 是必须得来的 你说这九叔伤成这样 为啥呀 还不就是为了我们吗 所以这余情余理啊 都能来看看救赎 我 哎呀 哎呀 不是 爷爷 爷爷 我自愿的 用柳和彩这个 把咱村这个赌博风气给一轰 再把冯伯男子那么一顿下来 这招高 真是高 这个事吧 哎 你放心啊 这事我们烂在肚子里 不会跟任何人说的 你能不能行啊 吃一点行 你这 你少多扯啊 我跟你说 真喝酒你不行 别在这儿装 别跟我扯这 我跟你说 这大约咱们回薯瓶去 马平子 瓶子啊 拿来 拿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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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酒量 公司我是老大 你别给我扯那些没用的 听见吗 你别跟我说这个 咋的啊 给你面子换教程科 不给你面子 你咋我这儿拼你都不受 咋还跟我动手呢现在啊 那能耐着跟我动手是吗 哎 我动手怎么定了 快你再动我来试试 哎 我去动你了咋嘛 哎呀 哎呀 这不能打架 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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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不是嘛 要不是嘉文 揭穿冯若兰 撕卖茶叶的事 咱们的事 不可能这么顺 是吧 其实没这么想话 你说他们下手这么重 要把九叔打的 我这心里都啊 不是 我没什么事 就是 你答应我那事 你可得放在心里 啊 九叔 只要我能当上存知书 您就是父的 那 我能当什么呀 九叔在家吗 玩家文 这 这怎么办呢 这个 九叔 再 再家文 九叔 大小婶 来了 你在这儿啊 回这儿回来 看看九叔 来 进来吧 你看这 这伤的有这么严重 你瞧瞧给打的 怎么样了 九叔 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 九叔会好的 啊 没事 你得慢慢讲 人会 会好的 我 我 我从我奶奶 拿着那个茶子油 等你过去伤口 妈妈在那预合的时候 然后 给它 抹在 抹在伤口边上 你能好得更快啊 这茶子油还有这个空调 这还有这一千块钱 这个拿着吧 你没想到 这跟九叔 安石集团组织人 要去香港旅游吗 这没钱也不行 所以就 给九叔拿了一千块钱 给他买点好东西来 好 行 九叔您好好养伤 那我先走了 哪天我来看你啊 你慢点啊 慢走啊 别动我大哥 你别动我大哥 听到了吗 干什么 别动我过去吗 干什么了 干什么了 别慌 别慌 你在这儿闹什么呢 在那儿把你抓起来 报警 你把猫拎出来吓唬谁呢你 我说你呢 别指 到底了 救我大哥 你别在这儿闹事 救我大哥 把他抓起来 别跑 站住 站住 把尤疙放下 站住 站住 快 快 别跑 把尤疙放下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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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闪 闪 走 别跑 站住 站住 你让他追 你给我跑 追 追 追 不行 阿哥 跑不动了 跑不动了 咱们就追咱俩 不追二虎呀你说 废话 谁要得跟人动手了 那现在怎么办呀 哥 分头跑 我跑里边 站住 站住 别跑 站住 别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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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了 你大便在这儿干吗呢 不是说快下雨了吗 我过去把我们那海报固定一下 我怕被雨冲走了 你在这儿干吗呢 我 我这一两句话说明白 怎么每次遇见你 都是这么尴尬的情况啊 我也不想 看你们进这儿吧 就这儿 敲门 来了 别敲了 拿钱 我不买酒 不买酒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大姐 你好 我们是安市种植园的 我们那儿养了一只猫 老板特别喜欢 可能啊 刚跑丢了 就跑这趟是吧 对对对 是吧 就是 您看啊 我们能不能进去找他 不能 我们家一直关着呢 我没冒 大姐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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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你们 这个怎么放 大姐 我们买酒啊 我们买酒能 那个 你看这样行吗 这些酒我们都买了 然后呢 您让我上去找找酒吧 这上面是我睡觉的地方 你们不能上去 大姐 你看这样行吗 那几瓶酒我全部买了 对 这样我们总能上去找找了吧 不可以 不可以 大姐 这可是安市集团的事 您掂量掂量 他们好像走了 你赶紧走吧 那 你不走 我不走 我 我得去弄海报去 你快走吧 一会儿他们别再追回来了 不是 娟娟 你也不问问 他们为什么追我 我为什么跑 你就救我 我万一是打架结社的 你呀 你不会 我知道你是好人 你快走吧 我相信你 我给你看着啊 快去快去 拜拜 我不管你谁的事 我告诉你 这是我家 你们上去就是私闯民贼 我 我可以去告你们 你们懂不懂法你们 为了逼我报警是吗 啊 行吧 你 一一零可以来啊 好好好 好 好 我们走 走 走 走了 他们走了 没事了 大胖 孩子给我吧 可是 可是你会对他好吗 孩子跟着你 连户口都伤不着 跟着我我可以让他 给予一时一辈子 你做母亲不正希望这样吗 他跟着你只会让人在背后 指指点点 你希望这样吗 那你能告诉我 你住哪里 你姓什么吗 走 等走 谢谢你 不客气 你去哪儿 我得赶快走了 再见 等会儿吧 白头要下雨了 万一你去哪儿 你一出去跟他们在碰着呢 不着急 你稍微等会儿吧 饿了吗 我去哪儿 你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是 中国主得 你非议 你不得用 你不会 我来 吃吧 待会儿都凉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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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杨帆叫 我也应该叫您姑姑啊 叫什么都行 快吃 还行吗 龙山这个地方没 面也这么好吃 我们龙山啊 山好 水好 空气也好 那自然的 挂果蔬菜呀 就多好吃 最关键的呢 是龙山的人好 哎 您热了对 是 安总 您就叫我安婷吧 哦 我 跟你问个人啊 你说 嗯 就跟你经常在一起 那个人叫 高高那个叫 陈道 陈道远 哦 他是您什么 他呀 他是我们家管家 嗯 很年轻的时候 就跟着我父亲 一起做生意了 从小 我爸爸就让他陪着我 他应该是看着我长大的 这个人 对我挺好的 这么多年了 我们有一定的感情 嗯 只不过是 这人做事有点 毒断吧 哦 那 那他自己没孩子 他到现在也没成家呢 哪儿来的孩子 哦 哎 姑姑 你认识他 哦 不不不 我 我怎么能认识他呢 我这不是看着他 天天跟你在一起 今儿又没来 随便聊天嘛 来来来 喝面汤 原汤化原石呢 慢点喝 嗯 其实 真的应该谢谢你 谢谢你刚才 不不不 那个我什么都没看见 我什么也不知道 我说谢谢你 还有一个嗓子 是因为 我煮了这么好吃的一碗面 还请我喝 这么好喝的面汤 长这么大啊 我没吃过 我妈妈够煮的面 像您这 出身于大家大业呢 肯定家里保姆多呀 那也不用你妈妈 亲自动手吧 我没见过我妈 我没见过我妈 对不起啊 没事儿 您说得对 家大 人多 有的时候是挺热闹的 可是就这个亲情 啥危险 这怎么说呢 人哪 一时讲一时的话 像我们这么小小的龙山 我们这个人就看着呀 什么时候能盖新房子 人家 对不起啊 你不想 我来说 你也知道 如果我去哪个人 你还想一想 你也要去哪个人